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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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就给他讲了一个中观四百论 有些呢就是他的这个理解能力也不是那么好 这样的话呢就是讲军规教言论的话 可能同时得到赎益 这样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讲中观四百论 讲中观四百论的时候呢 主要是讲他的颂词 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发的这个书呢 实际上是《价测界》的讲义嘛 这个讲义呢已经发给大家了 这个我们讲的时候呢 主要是讲他的这个颂词 如果方便的时候呢 也同时可以讲一讲这个课盘 就是课盘上面的一些大概的内容呢 也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也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呢 我希望大家我们这个讲完了这个颂词以后呢 这个你们自己一方面就是每天也应该看这个 最少也是两三遍 就是然后呢 就是他的这个讲义当中是怎么讲的 就是因为这个中观四百论呢 这次我也是一般不应用很多 这个各种宗派的这个观点 为什么这样呢 他不是抉择见者的抉择那个间接的宗观 主要呢就是抉择独行的一个宗观 就这样的话呢 修行 宗派辩论 宗派方面的这个辩论呢 就是从修行方面来说没有很多的 然后那个抉择证件方面来说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观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辩论 就是知识音 这次主要不讲这个辩论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原因呢 因为这个中观四百论呢 实际上是中观的根本论 就是中观的这个根本论 龙猛菩萨的智慧什么 那个这个如根本论论 或者是可以说是那个根本论论吧 那这个中论和我们的这个中观四百论呢 实际上是他的这个根本中观 就是根本中观 所谓的根本中观呢 还自虚派和那个阴层派还没有分解 也可以说自虚派也是这个承认这个中观 然后这个阴层派呢 也承认这个中观四百论 在这样的话呢 在这个四百论的观点上面呢 就是既没有这个阴层派的很多的辩论 也没有这个中观自虚派的很多辩论 因此我们这次给大家阐属的时候 一方面尽量地把他的这个 升天论 他的原意呢 就是给大家讲出来 然后呢 就是主要在同时呢 就是给大家也顺便必要的时候 就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个交证啊 或者是讲一些其他的这个理论啊 就是这是我们这个根据这个情况吧 就是也给大家可以先说 然后我刚才也讲了 就是讲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你们那个 加持戒他的那个前后的讲义和他的这个课法呢 主要是看你们的这个理解来这个解释 然后你们呢 也不要认为是我们是谢尼玛法的 然后加持戒呢是Garden派的 因此他的中观对我们的这个解释方法 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也不要这么想 实际上呢都没有这个差别 因为中观四百论呢 就是不管是尼玛法的 这个该路派也好 这个他们的这个解释方面的话呢 就是没有什么差别 中观的主要的不同方面的这个差别呢 就是我们这个讲如中论和根本回论 就是如中论吧 就是主要是如中论 如中论讲的时候呢 就是有几个宗派呢 就是有不同的观点 因此呢 你们这个下来之后呢 就是加持戒也是中凯巴达斯的这个大弟子 就是他的这个金刚语呢 就也非常这个有深深的这个密语 然后那个加持戒的 这个中观四百论的将语和 以前那个华智仁波切的 他的弟子的弟子吧 就是他的弟子的叫做是牛西龙都 牛西龙都的弟子叫做是堪波额聪 堪波额聪呢 是实际上是布马马扎的华生 那么他的这个 他呢也有一个中观四百论的将语 但是我以前看过中观四百论的 他的这个将语和 然后是加持戒的将语呢 几乎都没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立马扎呢 就是也应该承认这个 这个加持戒的这个将语 因为那个牛西龙 什么那个堪波额聪呢 是孙智是华智仁波切的传承体子 但是他的这个中观四百论的将语和 然后那个 这方面呢也没有差别 就这样的原因呢 希望你们自己也可以看 这个加持戒吧 这次我们本来那天这个 首先的时候我想是给大家把这个四百论的松车 我们这个做成一本书 然后发给大家 那后来想呢 就是最好是有个将语 不然的话没有一个将语的话 是大家都看不动 就是后来我们把这个加持戒的将语 给发给大家了 是这样的 然后前面呢我们开始就讲 讲的时候呢 这个中观四百论呢 实际上是我们释迦牟尼佛 转了为了度化无边的众生 转了三次法论 转三次法论当中的第二法论呢 主要是讲般若空心 那么般若空心 抉择的时候呢 就是有两种宗派 一个呢 是他的引译方面是通过 谜利菩萨的这个贤贞庄严论的 这个观点来做解释 然后之说空心方面的话呢 那这个依靠龙猛菩萨的 这个中观空心论来解释 然后那个中观空心论呢 就是龙猛菩萨的主要有 这个根本会论 但这个根本会论呢 有两个这个 就是可以说是大论师呢 就是解释他的谜意 那两个呢 就是第一个是月称论师 月称论师呢 就是对中观根本会论的 此举方面 让先举论来做解释 然后他的意义方面呢 主要是用那个 如中论来做解释 之后呢 还有一个这个生天论师 生天论师呢 就是把这个 什么龙猛菩萨的根本会论的意义呢 就是以这个瑜伽四百论来做解释 所以这个瑜伽四百论呢 实际上是解释龙猛菩萨的 这个观点的一部论点 就是基释龙猛菩萨的 什么就是根本会论的 这个观点的一部论点 在这样的话呢 我们要懂得那个释迦牟尼佛的 单若法门的这个意义的话呢 就是必须要依靠这些 传承上师的这个教言 那么依靠传承上师的教言的话呢 尤其是这个空性 生生空性方面的这个意义呢 就是必须要依靠这个龙猛 生天他们的这个观点 因此说呢 在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的 这个历史上和这个 在这个传统上呢 就是中观要精通的话 必须要精通那个三部论点 就是根本会论 如中论 然后是一加四百论 就是这是可以说的每一个 这个学习宗观的人 是都非常清楚的 就是这是藏传佛教当中呢 都是有的 就是在几个人生 就是他是有这么样的这个说法 就是必须要精通在三部论点 我看那个汉地来说 也是可能是这样吧 就是宗观的话呢 要精通的话是如中论 和如中还有那个十二文论和白论 就是很有这样的这个说法 这个学习宗观四百论的话 是也很有必要啊 就是很有必要 那么下面呢 我们开始给大家 就是在字面上这个解释 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宗观 就是刚才也讲了 就是五五的这个解释 释迦牟尼佛的般若法门的 这个宗观瑜伽四百论 当然我们这个书上面呢 就是前面有个 释迦牟尼佛的宗词 这个是他的定理句 我们就这里不解释 然后前面呢 什么神天菩萨造 释迦牟尼佛是法尊法师呢 法尊法师呢 就是凡语 人皆呢 就是义士 本来还有那个 是一个宣传法师 但我觉得是这里面的人太多了 就是如果这样一派对的话 副学院的人还多 所以说可能就是 后来我这个宣传法师 因为宣传法师呢 就是他后面部分 是宣传法师翻译的 就是前面是法尊法师翻译的 后面部分呢 宣传法师翻译的 以前那个还有一个 什么那个白论吧 就是白论呢 宣传法师的翻译也有 还有那个旧摩洛师的翻译也有 但是在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就用了这个法尊法师 因为法尊法师给前面和后面呢 还做了很多的不同 实际上是很多都是 法尊法师的语言 就是说一说这个宣传法师呢 就没有这个 说他的名字 就是他在法界当中呢 不要这个不高兴 就是 然后我看前面的生片呢 就是我们下面都可以解释 假释解呢 大家都可能知道 宣传法师的弟子 然后法尊论师呢 也非常清楚 那么他的这个翻译的 这个讲译吧 这个讲译呢 就是仁传 就是仁传法师翻译的 这个可能你们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仁传老师是 我是这个听别人说的 但是呢他还是很老的 就是现在是已经八十岁了 就以前是那个 1920年就是 是江生的 就是后来呢 就是他从小的时候 特别喜欢那个学一些宗观啊 就是学一些这个理论方面的 后来他长大以后呢 就是在这个成都龙兴师吧 就是龙兴师是在那个 那个广场老法师面前 就是输了必修剑 后来呢 他是那个 一直用那个 自己的血来擦那个 那个花园经吧 就是花园经呢 尤其是那个 五十三岁那里的时候呢 他的法院就是 生生世世不离开这个 这个三知识啊 这样发了很多的 这个这个愿 还有呢 就是一直三知识 后来他遇到了 那个 就遇上了 那个 能害上师 然后能害上师面前 也是求到了 很多荒角的 这个云观中观 和仙观传论方面的法 最后呢 就是这个 什么那个 能害上师圆寂以后的话呢 就是他也是到 这个五台山啊 成都啊 就是在这些地方 也是做这个 传法 就是弘法 然后 大概是 这个七几年吧 就是七几年的时候呢 就是他在那个 北京就是上 那个 北京佛学院 就是北京佛学院 当时他也一直呢 那个观控法师啊 还有那个法阵法师啊 然后同时呢 就是给他们也是 他做了一些 这个 就是 就有关这个 佛教方面的工作 后来在这个文革期间吧 就是文革期间呢 就是已经这个 这个还宿了 就原来是 宿得比丘节 就是后来这个 还宿了 这个还宿之后呢 就后来好像是 他就就加入那个 大 他就加入那个 中国佛教协会吧 就是在这个佛教协会当中 他从中的时候也不是 就是他的那个职位不是很高的 主要是下面做一些 他们不是原来有一个 房屋师经啊 还有一些磁骸啊 就是这些边际度当中就是 然后呢 就是他从事这个翻译方面的工作 后来呢 好像是大概是八零年吧 就是八零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那个就退休 就是退休之后呢 就是一直在这个新都 曝光寺啊 还有这个舞台山啊 就是很多 就舞台山的陶渊寺啊 就是那个陶渊寺啊 很多地方 就是给这个有些居士 和有些出家人呢 就是也是这个讲进 就是上千年吧 就是上千年 我们到成都的时候 听说是在曝光寺 这个讲那个 宗观宝马论 但是呢 我都想这个也去 就是简一简 就是我们就是 因为他还是最近呢 就是也有翻译的一些 他翻译的也比较好懂 就是不是非常难懂的 但有些地方呢 我们不是原来看过 他的那个翻译的 宗观宝马论 就是宗观宝马论 也是翻译得很不错的 就是然后呢 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现在也是这个居士身份 这个弘扬佛法吧 就是也是这样的 这个人界呢 就是大概大概可能是这样的 就这样的话 今天这个他的这个 就是解释的这个翻译上呢 就是这样的 然后法诵法师法这些呢 就是我们就这里不介绍 就是以前都是比较聪明 就是大家都知道 宗观瑜伽四百门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话呢 它可以分那个三个方面的 就是一个是厨义 文义和摩义 就是分在三种也可以 首先呢就是讲这个厨义 那么厨义的话呢 在这里面也可以分一个 他的这个顶礼和义礼 就是分提姆和义礼吧 也可以说就分这两个 那么首先讲这个提姆呢 就讲这个四百论 就是因为他翻译当中呢 就是没有中观 也没有这个 藏族的那个翻译当中呢 有这个中观菩萨瑜伽四百论 中观没有就是菩萨瑜伽四百论 就是藏文当中是有这样的 然后翻译当中呢 就是只有一个白论 就是没有那个翻译 就没有那个四字 没有四字 因此呢就是 耶尘菩萨的那个四百论的 讲义当中也是说了 说是那个就是四呢 就是不明显 就是已经这个没有了 但是呢实际上是这里面的败呢 就是并不是说是 我们的这个四百的这种这个定数 实际上呢 它是很多的意思 就是很多的 就是败呢 就是这里代表呢就是有许多的这个分别念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论子呢就是摧毁一些诗子 就是毁坏这个诗子 这样的话呢 它的这个意思呢是什么呢 就是要这个摧毁这个诗子的 就是摧毁很多分别念的论点 就是摧毁分别念的这个窍诀 就是它是从这个白和论两个解释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诗子的话呢 一般是后来那个藏人呢 就是根据他的什么 根据他的那个这个颂词的数目来就是定的 因为它那个总共有十六平 每一平呢就是有二十五个颂词 二十五个颂词的话呢 就是将将那个就是就是四百个颂词吧 就是四百个颂词 它整个呢就是分那个十六平 十六平当中是前面呢 就要讲四数地 这个前面八平呢就要讲这个四数地的修法 然后后面八平呢 就要讲那个神一地的修法 就是神一地的修法 这这样的缘故呢 就是这个后来的这个很多 这个藏族的这个仪式吧 仪式呢就是他们就是称它为这个四百论 但四百论呢就是 它有两种两种仪式 就是一种仪式呢就是它的作用方面来取名字的 因为这个摧毁很多的分别念的一种修法的论点 以这方面来取名字的 一方面呢这个宗观四百论呢 实际上是有四百个这个松词 因此后来的这个按照那个藏族的议法的话呢 就是以这个四百论就这样一个 但是在韩地呢就是 它是那个以前那个法护吧 就是法护在印度的时候 护法就是护法人士 护法人士呢在印度的时候 主要宗观这个四百论呢 它就分成两极 就前面部分呢就是叫这个法百论 然后后面的那个八平呢 就是称为叫做是边百论 就边边论吧就是这样的 然后它把这两个呢就是解释的时候呢 就是解释成那个宗观 也可以说是瑜伽的这个观点吧 就是瑜伽 也就是说是这个威斯宗的观点来做这个解释 因为这样的话呢 后来那个宣传法师呢就是把这个后面的边百论的那个部分呢已经翻译出来了 前面的这个法百论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一直还没有翻译 因此这个韩地呢就是经常成为的这个白论呢就是只有这个后面的部分 但其实这个白论当中呢就是也不了这个一百个颂词就是已经有这个 这样的话是那后来那个那个那个很多人也是这个这个法成年词和就是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白论呢就是就不仅仅是一百个颂词 中而言之呢我们就是什么意思四百论呢就是有两种解释 就是一个呢就是他有四百个这个颂词就是因此呢就是称为神 但是这个四百个颂词呢在这个梵文当中是没有的 我们去如果去印度去读梵文 然后呢就看看那个四百论的话是肯定是造不到的 就是只有一个败论就是 但是这里的败子呢就是并不是四百的意思是很多的意思就是 所以在这个这个神天簿上呢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个理解吧 就理解就是他这个摧毁很多分别呢就是 就是以这样的一种修法呢就称为是这个白论啊就这个意思 这是那个然后这个曲题目的这个一些必要啊 就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里也不用给大家讲就是 是离根则就是有什么样的必要 中根则也有什么样的必要 下根则呢有什么样的必要 这些是跟那个其他的论点很一样的 然后按照那个诺语当中所讲的一些曲名的必要啊 就这些都是我们这里不用光说 就是大家都这个理解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这个义理 我们这个大的时候就是可能没有这个大字 就是应该是这个是大字 就是经理生者满苏是理 就是这个是当时那个翻成藏文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翻译的 这个是按道理来说的应该是大字 就是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首先这个经理呢 就是这是这个翻译家这个翻译写的就是写的就是并不是什么就是生天论是他自己写的 然后这个一则呢就是后来写呢就是后来写 我也要把这个翻译呢就是究竟圆满 然后同时呢也知道辨别就是这个属于是对法方面的就是三藏当中呢就是就是这个就是知道是这个对法方面 因此呢就是顶礼了这个文殊智慧勇士文殊这个斯理菩萨 就是文殊智利菩萨 那么文殊斯理菩萨呢大家也是知道的就是一般这个大多数的这个智者的门宏仁波切的一些论典当中呢就是讲说文殊智利菩萨是三世诸佛的这个智慧中体 并且呢就是已经得这个实体的菩萨 还有一些论典当中呢当然我们就这个有关文殊智利菩萨的事情都是不讲吧 就是有些说是他是那个有几种观点吧这个我们都不讲了 然后在这里就是已经定理了这个文殊智利菩萨 所以这个中观呢就是属于是这个对法方面的 就是在三藏来说的话是他是这个论法方面的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按道理来讲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 那个遭人智慧当中呢就是一般是这个提名 然后是这个移民再说是有一个誓言吧就是逆种 就是逆种但这个逆种呢就是没有写逆种没有写 按道理来说四百人当中是也应该有个定理菩萨 他的宋子当中有个定理菩萨 但是在这里为什么是没有这个宋子定理菩萨呢 这是那个以前多卡巴达斯的上司吧就是那个仁达瓦 仁达瓦他是这么说过就是他说是中观四百人的开度没有定理菩萨的原因呢 实际上这个属于这个文殊菩萨的根本会论就是 他是这个属于这个龙吾菩萨的根本会论 因此龙吾菩萨的根本会论当中呢 早就已经这个定理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前面呢就是 不是前面就是不长也不短就是那个地方呢 就是已经这个定理了释迦牟尼佛 因此在这里呢就是不必要这个做定理就是 这是很多传承上司也是这么讲的就是 人到晚呢就是他是这么说的 但这个呢就是也可以可以这样说吧 就实际上是是一个那个上司就是前面定理后面都不用定理的话呢 就是那就好像这个很多事情都说也前面不一定有这个需要定理去啊 就是也有这样的 如果龙吾菩萨定理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后面的这些宗管论典都不用定理的话 就是我们造这个宗管论典的时候都不用定理 因为龙吾菩萨早就已经定理过 就是我这么想的就是这一点也可是可以说吧 就是因为他有些地方呢我们也知道是那个展文当中这个三十诵 三十诵前面呢就是有一个定理 就是后面那个这个后面的一些论典呢就是属于他的这个范围 就是说一说也不用定理 就是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是真正是属于他的 这个范围的话呢就是也可以 但是在这里面就是可能有一个不同的这个价值和遗传就是一这样的 因为这个根本回论跟那个四百论呢实际上是没有一点差别 就是只不过是前面就是抉择间接 这里面主要做种强调这个秀法 因此说呢就是在这里面不用定理去的原因也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可能是这样的 因此在这里面呢就是定理去是没有的 就定理去没有的话呢就是也不一定 我的那一个论件当中就是说是 是这个现在的很多人呢前面没有定理去后面没有会想问就是 是什么什么的就是说了很多的过失 但是实际上是不一定有过失不然的话呢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四百论都是有过失了 但是呢这个也是可以一种说法吧就是也可以这么说就是 就是一种说法来说这个必须要这个前面要为了知道这个莫德恩德要定理去 但是在这里面呢是没有的 因此这个这是那个仁达拉就是他是这么讲的 然后下面呢就是现在正式要讲那个他的论语 那这个论语的话呢就是首先要讲那个 这个造论者的一些这个稀有的这种书生啊就是他的书生 然后呢破除一些这个写分别 然后就是宣说这个大的这个大概的意义就是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 不是吧就是他的这个论语呢本两个一个是中语和别语 中语呢就是我刚才本的这三个 然后这个中语里面首先呢我们要这个知道是这个作者啊就是作者的这个身份 那么这个作者呢一般来说我这个以前都是很想那个知道这个身份论识的很多具体的这个历史和一些传记 但是呢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也是是没有这个很很广的那个身份论识的那个见解吧 现在在这里呢就我这个看见的就是或者是这些呢就是基本上就简单的给大家这个就是说一下 首先呢因为我们这个知道是这个中观四百论呢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做的 如果是他是一个凡夫人做的话呢好像是没有什么很可靠的了 如果他是真正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大生子做的话呢我们学习呢很有价值的 所以大家呢可能首先是一个人的话呢就是知道是他的这个作者是到底什么样的身份 就是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此在这里呢在这里呢就是也给大家这个讲一下就是这也是一个原因 还有呢一般来说那个就以前那个拿兰多士的这些班智达门这个讲经说法的时候呢 当然你们也知道我就这里不光说这个佛经呢就是用五种圆满的方式来这个宣说 然后论典的话呢就是用五种这个根本就是用五种这个讲法根本来就是宣说 然后这个五种根本当中呢首先是做者是谁做的 然后这个论典是所以就是在什么这个范围的 他的这个内容上下的内容是到底是什么样 那么做这个学习这个论典呢它有什么样的必要 那么这个论典呢就是根据师们来造的就是它是有五种条件 其中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作者是谁 就是这个作者 就是这个生天论典 这个生天论典呢就是到底是怎么样 就是这一点呢今天也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那么这个生天论典呢实际上是一个龙猛菩萨的 龙猛菩萨在晚年的时候一个他的这个清传弟子 就是他的一个清传弟子 然后这个生天论典呢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佛教界呢 就是公称认为是他是禄道庄严自已 就是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涅盘以后呢 将释迦牟尼佛的佛法真正在这个南战部署弘扬的话呢 就是有这个龙猛庄严 所以呢就是他们都称之为这个 整个世间都已经成了庄严 就因此称为是龙猛庄严 龙猛庄严呢大家都知道是 首先是这个中观吧 就是中观首先的这个创始人呢 是龙猛菩萨 然后这个进一步的弘扬者呢 就是生天菩萨 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 然后从隐秘方面的话呢 首先创始者呢就是成了人士 进一步的弘扬者呢就是法成人士 然后从那个什么就是 从那个维斯宗吧 就是维斯宗也可以说 大臣这个瑜伽宗吧 那么大臣瑜伽宗的 首先这个创始者呢 就是无主菩萨 进一步弘扬者呢就是实情人士 这叫做呢就是龙大庄严 就是龙大庄严 然后还有一些算法的 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算法当中呢 把龙猛菩萨和无主菩萨呢 就是作为是两大神士 就是两大神士 在这样的时候 刚才其余的在四个上面呢 就是加上那个功德光和释迦光 就是功德光和释迦光 所以这个龙庄严的算法呢 就是有两种 以前我们在讲那个西藏佛教史的时候 是讲过不知道是你们记得没有 但是那个龙庄严呢就是一个是 刚才那个龙猛菩萨和无主菩萨的 就是算那个龙庄严当中 一种算法呢就是龙猛菩萨和无主菩萨是不算的 就是然后再加上就是刚才其他的在四位呢 就是加上那个功德光和释迦光就是这样的 还有那个赞扎国墨和那个寂天菩萨呢 就是两位稀有的论师 就是所以整个佛法呢就是依靠他们在这个 大概是有八位还是四位 就是四位大德呢就是弘扬 因此我们现在学习四百论呢还是很有必要的 就是是鲁道庄严的这个金刚语 就是鲁道庄严里面的这个升天论师的金刚语 那么这个升天论师呢 是到底他是这个什么样的那个人呢 就是他这个他是一般来说是那个斯里兰卡 就是现在的这个斯里兰卡 就是原来呢就是叫圣嘎拉 这个圣嘎拉我们这个藏文当中是叫这个圣嘎拉 好像韩文也是叫这个圣嘎拉 他是那个圣嘎拉国的人 就是圣里兰卡国的人 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这个辩论的 但是呢就是他是有关是 很多论典当中呢就是说是他是华生的 然后有些论典当中说是他是太生的 就是这是有两种这个说法 有两种说法 他说是他是华生的呢 比如说我们以前学习过的那个古代佛教师当中呢 就是说是华生的 就是他是在斯里兰卡的国王的花园当中 就是在这个在这个年华里面就是降生的 就是是华生的 然后那个不动佛教师 这个不动佛教师的这个佛教师当中呢 也是说是在斯里兰卡的国王的花园当中 就是华生的 就是是这么说的 然后呢 就是他承认那个华生的就是一派 还有一派呢 就是承认那个是太生的 不是华生的 那么这个历史的话呢 就是有八十四位 就是印度呢 就是有八十四位大成就者吧 就是八十四位那个大成就者的一些 这个什么 这个专辑当中 专辑当中呢 就是说是那个 他不是那个华生的 就是他不是华生的 是这个太生的 然后呢 就是斯里兰卡的 这个一位国王的太子 就是是这么讲的 然后呢 那个 那个 马普仁波切是有一个 他的那个简单的介绍 但是我多也记不清楚 马普仁波切专门有那个 圣天论师的有一个 叫什么 智慧藏记 智慧藏记是实际上是 讲显宗 讲密宗的就是一个论点 就是他的一个讲义 但是这个前面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多也记不清楚 总而言之呢 刚才不是那个 八十四位大成就者的 专辑当中 说是不是这个华生 就是是 是太生 是斯里兰卡 这个国王的太子 然后呢 那个 智慧藏巴达兰娜 他所造的 印度佛教士当中呢 也说是 他不是这个华生 就是是太生的 但是我们 我自己认为呢 觉得比较可靠的吧 并不是说是 其他都是不可靠的 但是呢 是比较可靠的呢 就是月成伦师 他的自私里面 月成伦师的呢 四百轮的讲义当中呢 他说是 这个月成伦师呢 就是说是 他不是那个华生 就是斯里兰卡 这个国王的这个太子 就是 是这么讲的 然后 就那达达那特 也是这么说的 藏传佛教的 很多历史节的人 认为是他是华生的 但是呢 是那个 实际上是太生的 就是也这么讲过 但藏传佛教 确实是 又是有这种说法 是这个华生的 是华生 以前那个 上师如意宝 也是有一次的 是讲过 就是这也是可能 藏的那个 普遍的一种 这个说法 就是上师可能当时 没有这个 也就是 就是没有 做这个详细的 实际上是 上师他把那个 说法呢 也是讲过 当时他那个 也是是这个 但上师的这个观点呢 就是他就 我们这里就不提了 就是 好吧 总而言之的话呢 就是我认为呢 就是那个 越成菩萨 就是所讲的 这个 十太生 十太生呢 就是还是说 这个 他呢 就在翻语来叫做 是提波 就是提波 神提波 神提波也是 经常这个 翻译当中呢 就是经常有 神提波 然后 他的智慧呢 就也非常高 他一般呢 他横桥的时候的时候 开始这个 精进学佛 他长大以后呢 就开始 依治了那个 马哈利瓦 马哈利瓦上师 就是印度的一位 就是马哈利瓦上师 然后在他面前 就是 就是受那个 受戒 受比丘戒 然后呢 就是学习这个 三藏 最后呢 他又一次 朝拜一些 寺院和佛塔的时候呢 在印度南方 吉祥山的时候 遇到了那个 这个 就是遇到了 这个龙猛菩萨 但他那个 遇见龙猛菩萨的 整个过程呢 在那个 西游记里面的 不是那个 大唐西游记 就是大唐西游记 第十卷里面是有的 就是 他当时 他这里面 专门有一节呢 就是有关 那个龙猛菩萨 和圣田菩萨的事迹 就这里面呢 首先他那个 遇到的时候 也是龙猛菩萨 专门为了观察他 就是 就给他那个 看一波水 就是最后 他也是没有 这个说什么的话 是后来就是 知道是他的这个 智慧非凡啊 就是 这方面 你们自己看也是 可以的 那个西游记 这个诗卷当中 是应该是有的 然后他那个 遇到了这个龙猛菩萨以后呢 就是他在龙猛菩萨面前 已经学习了 就是他现在的 后来呢 就是他也是 一心地 一直龙猛菩萨 就一直在这个 印度南方 这个弘扬破发 后来呢 在那个 就是 拿兰陀沙吧 就是拿兰陀沙一带呢 就是受到了 那个白岛的攻击 就是白岛的攻击 当时呢 也是有这么说法 就是 有一位叫做蓝森黑色 蓝森黑色藏文当中叫南摩克尔 马克尔也有说 然后蓝森赫尔它是一个外道 精通外道的一切论典 并且已经修成了大自在的 很了不起的一个外道的大成就者 然后他坏坏了很多佛教的寺院 和很多造很大的恶业 然后他的母亲实际上是一个佛教徒 后来他像我的儿子造的恶业太多太多了 干脆把他带到南兰托斯的话 南兰托斯还是很文明的 很著名的地方 可能会有人为他辩论的 然后把他带到南兰托斯那边 在南兰托斯那边的时候 他整天都是给那些僧人们辩论 后来南兰托斯一个僧人 也是没办法闭上外道的职位 后来他们都是实在是没办法 有一次他们南兰托斯的僧人们 祈求大黑者 大黑者就是我们这个黑鲁盖吧 然后他们祈求大黑者的一个事项面前 做很大的供养 祈祷 祈祷的时候 后来他那个事项里面 就是显出一个无雅 显出一个无雅的时候 他们把整个情况写在一个字条上面 写在一个字条上 然后也携带在那个无雅的 我把今天讲的那个 可能是在很多地方的这个说法 就是终极一体的 不然的话 他生天论斯的是没有的 以前那个印度佛教 不是那个红室的一个见解吧 红室现在那个 他把刚刚讲的 不是那个东哥的路上成内 东哥的路上成内 做的红室的那个讲解里面 说是这个不动佛教史 和印度佛教史里面 有生天论斯的广式 其实我看到的是 这里面一点都不广 我以前看过一个 皇家的一个个系叫做 是昂王喷丛 我觉得他就是 好像这个生天论斯呢 就是做的一个介绍 就是稍微广一点 但是这个论典呢 就是好像现在都是没有 就是昂王喷丛也是找不到的 但是在这个当中也是有一些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讲的 可能有些就是不同的说法呢 我就全部就是给大家 好像因为他们有些 这个做一个以后呢 就是做生天论斯的介绍的话呢 也可能有必要 然后我刚才不是中间 就是查这个一页 就讲了这个以后呢 刚才那个 就是拿兰陀斯的真 实在是没办法这个逼他 就是最后呢 就是就起到那个 什么就是大黑者 大黑者以后呢 就是大黑者的思想里面 显出一个乌鸦 然后这个乌鸦的这个 就是金汉上呢 就是他们就带来 这个什么就是 就带一封信 就信里面呢 就是已经那个告诉说 现在拿兰陀斯呢 就是被那个拍到 已经这个坏坏了 那么这个 有没有你们印度南方呢 就是有一个大志的来 这个圣服他们 就是能制服他们 就是这样呢 就是叫那个乌鸦呢 就是到那个印度南方去 因为现在的那个 拿兰陀斯到印度南方的话呢 还是很远的 呃 两千两千两千八百多公里 就是呃 从两千八百多公里 对对对 就是大概是有这么 就是坐飞机的 是两个多小时 就是 然后到印度新地里 还要那个上去 就是拿兰陀斯到印度南方 吉祥山这件事还是很远的 然后当时呢 就是只有这个乌鸦 就是没有这个飞机吧 就是 然后这个乌鸦呢 就是做那个送信吧 就是让他那个送信 然后呢 这个乌鸦飞到那个印度南方 印度南方的时候 当时呢 龙母菩萨和圣天菩萨 都是在那个印度南方吉祥山 然后这时候呢 就是他们的商量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白道士 有什么方法呢 就是把他那个就是辩论 就是后来呢 就是他们就是 两位那个师徒呢 就是圣天论斯和龙母菩萨呢 他们说是 就是龙母菩萨说是 你去的话是好 然后圣天论斯说是 你去的话 最后呢就是 实在是他们决定不下来 就是然后就开始辩论 开始辩论就是 然后首先呢 就是把那个圣天论斯呢 就是做歪道 就是然后用龙母菩萨来 就是对他这个做辩论 做辩论的时候呢 就是好像那个龙母菩萨 都是没有辩议他 因为圣天论斯的智慧 是很厉害的 就是他就没有这个辩议 后来呢 就是让龙母菩萨 那个做歪道 就是然后这个圣天论斯 就是下面给他辩论 辩论的时候就是 到了这个一定的时候呢 好像圣天论斯认为 是这个龙母菩萨 他真正已经变成歪道了 就是他一看着 他的上师都是 变成歪道了 然后呢就是圣天菩萨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鞋子吧 就是自己的鞋子拿来 就是就靠到那个上师的头上 就是 后来呢就是 上师就说是 你不对就是 我都肯定没有变歪道 就是没有变歪道 但是你今天呢就是 你辩论的话是你现在去的话 是肯定你能辩得硬 就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我是你的上师 就是你用鞋子来就是打我的 就是你可能路上还是会遇到一个违缘 就是 后来呢 就是要求那个 就是圣天论斯去那个辩论外道 就是然后呢 就是圣天论斯就是 就是就回来 就是来那个拿兰托斯 来到这个路上呢 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说是那个什么 说是那个路上吧 路上呢就是有一位这个牡天女 就是牡天女生 一个土地生吧 就是一个土地生呢 就是有一次什么就是那个圣天论斯路上很累 就是然后呢 就是他把那个法衣挂在一个树木上面 他到河边去喝水 喝水的时候那个牡天女呢 就是就出来就是就告诉他呢 就是能不能你的眼睛就是赐给我 后来呢就是圣天论斯把自己的一只眼睛呢 就是已经是个送给布施给他了 就是也是有这种说法 这个地方有可能三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呢 说是那个圣天论斯呢 当时有一个有一个医生吧 医生呢他说是我在这里需要拍药 拍药的时候是一个比丘的眼睛 就是需要这个你能不能给我 就是后来这个圣天论斯给他了 就是也有这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呢 当时那个圣天论斯是长得这个非常好看 就是有一位女人呢 就是贪执他的眼睛 就是实在是没办法 就是就一直不放他 就是后来把他的眼睛就给给他了 就是也有这种说法 但中而言之 看到一些 什么 我说是阿迪奇亚尊者的一个介绍就是说是那个圣天论斯长得非常非常好的就是 因为母亲给他取名字的时候也是他就像长得那个像天人一样就是所以给他取名为那个圣天啊 就是圣天就是也有这种说法 还当时呢就是印度的很多那个姑娘呢就是生下那个孩子的时候 他们都很这个羡慕圣天论斯的那个像嘛 就是他说我的这个孩子想不想这个圣天啊 就是就很多人都是好像就是很多人自己的孩子就是长得庄严一点的话是 说是我的这个孩子都是相声天论斯一样就是好像那个当时我们现在看来都是好像印度人就是不要说是天人就是连中国人都不如就是很难看就是 就是不要说是天人那样的就是真是那个很难看当时好像印度就有很多很多好看的人吧 还有一个八十位大成就者吧 八十位大成就者里面也讲了一个女人就是 他说是他呢就是好像太阳的这个看见了那个美女的时候都是在天空当中一直不走就是太阳都是已经住很长时间就是 就是说是这样的 所以当时印度呢可能是像圣天论斯那样的这个很好的这个 就是男人就是还有那个什么这个植物霸所看见的那个植物霸的那个空性木吧就是他呢就非常好看就是像太阳的看见他都一直停止在虚空当中就是不走啦就是 这样的这个女人也是可能现在是没有的那个可能我以前是负责心灵的时候是讲过没有就是这个都不是在这方面的有关系的 其实那个还是也是很好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是以前有一个植物霸就植物霸是八十位大成就者之一就是精美朗霸的那个功德光的这个颂词当中也是稍微就是讲了一点 他的讲义当中也有一点 然后印度八十位大成就者的这个这个专记当中是有的 说是那个植物霸呢以前是这个实际上那个植物霸呢是我们中观资许牌的清别人士的转世 然后他这个清别人士呢当时可能听别人说的是长得不是很好看就是他就发愿就是我将来呢就变成一个截律清净好像不是截律清净就长得非常就长得非常壮严的一个比丘就是他就这样发愿 后来呢他就长得那个非常壮严他的这个血位也是很高 后来当地的那个国王呢就是就特别这个喜欢他就是求他那个当国色 所以我现在是讲另外一个这个植物霸的国王啊 刚才那个讲然后那个呃就是当他国色当他国色的时候那个植物霸呢说是我就不愿意去就是到这个皇宫里面和大城市里面的话是造恶也就是我不愿意去 好像我们以前讲过吧没有讲过是吧 哎呀没讲过的话好一点不然的话是不思习现就你们就不吃了 然后呢就是那个大成就者呢就是不是那个他就国王再三地祈求他就是当国色但是他都不愿意就是是一直是就是说是这个在皇宫里面城市里面造恶也就是我不愿意来 后来呢就是国王的是想办法就是他们那个国家呢就是我不是刚才说的最好看的一个女人就是就是太阳都看见她的是就是就在虚空当中不足的就是就这么好看的一个女人 然后叫那个女人呢就是你就想想办法就是要这个捂害她的戒律就是你能不能就是后来呢就是要求她呢就是你就首先就最好的是不要有各种态度就是你用这个清净来这个医治她逐渐逐渐可能会是有办法的 然后她呢就是天天都是对她就是什么这个供养啊她天天都是对她有个很清净的这个威仪 有一天呢什么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呢她都没有这个回去就是后来呢就是那个刚才那个植物吧呢就是依靠她呢就是已经这个破戒了 就是破戒了以后呢就是后来生了两个孩子就是一个是男孩子一个是女孩子 然后后来呢她也是没有住在清净的地方就是他们到那个城市里面去 城市里面去的时候让那个大孩子呢就是摆一个那个酒罐就是那个装那个道具装旧的那个罐子 然后呢她自己呢就是带那个小女孩 然后还不是刚才她那个很好的那个可能显得的已经老了吧就是那个女人 就是他们那个四个人吧就是四个人还是四个人是吧四个人 当时那个国王就是知道以后呢就是她就非常非常的高兴 她说以前呢我教她那个当过世的时候她都不愿意 你看今天呢就是在路上那个就是就是让这个孩子的是带这个酒罐就是早也 我看今天呢就是在这个很多的大众里面就是应该修辱她 应该呢就是获得她 后来就是这个国王呢就是安排很多的这个大象和那个一些这个大臣吧就是去气势汹汹的 就是他们呢就是派很这个违言的那个军队就是然后呢到了这个路口去等 等的时候呢就是他们那个一家人呢就出来了 一家人这个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国王都很高兴地说 我不是原来就是教你那个在这个皇宫里面当过世的时候呢 你说是造恶业就是现在不是你这个造恶业更厉害了吗就是 他说我没有造什么恶业啊就是造什么造什么恶业 他说你看你的这个现在你已经换宿了你又这个气质了 然后你那个现在不是那个酒观的时候喝酒不是这个造恶业吗 你看你的大孩子就是大大儿子都是拜着这个酒观就是这不是造恶业吗 就是国王呢就是很得意地在他面前就是在很多大人面前的就是说 然后他的这个大臣呢很多人都是可能是看着他们的时候就一直这个讥笑他们就是啊就是啊 他有时候呢就是拿着那个男孩子 男孩子的时候马上就变成一个金刚了就是 然后这个左手呢就是拿着那个女孩子 女孩子的时候马上变成一个这个金刚铃啊 然后那个啊就是刚才那个酒馆子里面呢就是开始这个出来了很多的这个碎 这个碎呢就是就是那个知五八说是这是碎还是酒就是是造恶业还是造善业 然后那个他的这个空性母呢就是真正变成那个圣罗母就是 然后这个啊刚才知五八呢就是在这个虚空当中就是跟那个父母双云就是 他拿着那个金刚铃柱就是他自己呢变成真正的那个圣罗金刚 然后那个父母呢就是圣罗母就是变成在这个虚空当中虚空当中就是一边给国王这个唱歌 唱歌的时候呢这个国王和这个他的眷属们呢就是已经沉在那个刚才那个罐子里面流出来的那个水呢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大海就是 就是这个国王呢就是 WORWA了就是在下面这个就在这个真正 mountain publicly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忏悔就是就是舅舅后来呢就是又黄来呢就是又这个发现一个关于 life 这个所以嘛就是瓜子那就是已经关掉啊就是 就是评说是大成就生在呢就是 那个历史里面说是现在还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还就是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就是 现在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个隶权 就是人们呢就称为是那个不吃物吧隶权就是也称为是关于隶权就是 就是也是现在还是有的就是你们潮音度的时候 还是去看一看 所以印度当时说呢 我那天想了就是 印度当时好像在那个传记里面说是有非常好看的女人 然后说是那个 就是在这个 圣天论师说是也非常好看的男人 但是实际上 哦 圣天论师的故事吧 不是 那个兰兰托斯呢 已经受到那个白岛的攻击 后来呢 他们都去那个 丘兰他们那个 龙猛夫子 龙猛夫萨和圣天论师 当时那个 通过他们的这个演技呢 就这个圣天 就是叫那个圣天论师去南南多斯 然圣天论师到了这个路上的时候呢 他的眼睛 就有两种 有三种手法吧 凡是他的眼睛呢 就是有人说是这个 牧天女这个 有些说的是一位那个 医生咬的 有些说是一位这个美女就是咬的 后来呢 就是他的眼睛呢 已经这个布施给众生了 但是这个也有一些说法 好像那个当时他的眼睛呢 就是给给他们的时候 是那些人呢 就是没有用 就是把这个眼睛呢 搁在一块 一个石头上面 然后另外一个石头呢 就是把它炸了 就是后来就是他的 生了一点后悔性 生后悔性的原因呢 后来他在修法当中 也是有点那个违远 就是也塑造了一些违远 就是也有这种说法 这是一种怎么说啊 就是一般的一些上司 是法王主义宝还是谁的 就是我多一记不记得 凡是我的记忆当中 是有这样的 在这个其他的论典当中 是没有看见过 就是当时那个曾健论师也知道的 本来是把他的眼睛 都已经布施了 但后来呢 他有一点 生起一点后悔性 他当时想是 他们自己都没有用的话 这还我的眼睛很可惜了 就是我想是真正他们用了 就是他们怎么把石头上面 把眼珠炸了 就是他自己好像 有点生起一种后悔性 就是这个后悔性呢 就是也摧毁了他的 布施的一些功德 就是也有这种说法 就是说是民间 还是民间有没有 这个身体人士的布施 也很难说 但是呢 实际上是一种 这个穿梭当中 是一种说法 不管怎么就是 但是他的这个眼睛呢 就是没有了 但是我看到那个 这个露大庄严的那个 华像里面的那个 他的眼睛还是很好的 我们都不熟悉 人是很聪明的 就是他是非常好看的 就是所以 人的那个眼睛没有的话呢 都就 就不好看了 就是也张之仁有种说法 就是这个人的脸呢 就是全部不好看 也不要紧 只要眼睛好看的话 是人很庄严很漂亮 就是有这种说法 所以说他 他的画家呢 就是也可能认为是 他的眼睛没有的话 他可能不好 就是 反正眼睛还是很好的 嗯 我看到那个 以前炉火 炉火吧 但是现在可能在那个 坦坦上也在买了 那个 那个炉庄严里面的 森田人士的 那个探卡里面呢 就是他的一颗牙齿没有 就是不知道是这个有什么 其他炉大庄严都没有这个 好像故事当中也是没有 我问了有些人 就是他们也就是说 说不出什么那个 理由来 我看到 你们一个看看吧 就一个看看那个炉大庄严的 有些那个 呃就彩色的那个 躺坎里 躺坎里面呢 有些那个 他的那个 一颗牙齿的 很明显的 就是没有的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的 如果牙齿也没有 眼睛也没有的话 那就 嗯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看我们周围的人的 眼睛也没有 怎么样 中德的眼睛还可以 嗯 嗯 一样 一样 一眼睛 嗯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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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